上個禮拜的Model 要把它貼到Model上 然後第三次上課 因為我們有一次放假 所以少了一週 因為學校現在就是16週 16週-15週 那又更少 那其中期末在扣掉的話 等於真的上課只有13週 我怕中間還沒有連假 如果有的話又少了一週 所以有的時候 我會利用那個影片的方式 所以如果假設你有一些進度 怕跟不太上的話 那請各位自己再去看一下 前幾學期的上課內容 然後自己再補一下 因為我發現其實 YouTube上其實非常多相關的影片 那只是說重點就是 你一定要把Excel的 應該要學會的功能 一定要把它徹底學會 否則的話你將來進入到職場 你會發現很多事情 真的做事非常沒有效率 那所以上個禮拜的重點 基本上有幾個 第一個就是 我們把那個 那個函數部分的話 本來是REPT加LEM 然後把它改成TESTE 那TESTE這個函數很重要 但是很多人不害會用 比如說你眼睛看到的 這個資料奇怪了 最後你要取得它的 比如說前面幾個字 或者是中間或尾巴幾個 奇怪就是取不到那個字 而且取資料就是錯誤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Excel裡面它有格式這個東西 那所謂的格式就是說 它讓你看到以為 你的資料是那樣子的資料型態 但是實際上它並不是長這樣 所以如果你要真的知道說 它到底真實儲存在Excel裡面的資料 那你可能要把它改為通用格式 才會打回原型 尤其像那個日期跟時間 其實日期跟時間 在Excel裡面實際上它就是一個數字 那可是為什麼你看到是 那個什麼的 哪一年年月日 它實際上就是經過格式的關係 那除此之外還蠻多的 那也就是說呢 將來遇到那種狀況就是 你想要取得你要的資料 比如說Neon Labs 取得什麼 民國年的那個 它的幾年次 奇怪為什麼取不到 那主要原因是因為 經過格式的關係 那上個禮拜還有幾個重點 就是錄製聚集 所以如果你要錄製聚集 那為什麼要錄製聚集 實際上就是說 加快你的工作效率 比如說你可能每一天都會做 很多重複的動作 但是呢 如果你不希望這個重複動作 每次都再做一次的話 那可能就是要透過錄製聚集來完成的 那這個錄製聚集 還有一個比較重要的部分 就是說它實際上是幫你寫程式 也就是說呢 實際上呢 它是透過程式來解決問題 但是你想說你其實 一行程式都沒寫 為什麼它可以產生 因為它會自己幫你寫 那它怎麼寫呢 就是透過你的滑鼠跟鍵盤的動作 它自動幫你轉換成對應的VBA程式 那這個叫錄製聚集 所以其實錄製聚集我覺得 對於完全不會寫程式的人來說 其實是相當棒的 相當友善的一種方式 也就是說 其實未來我是覺得職場上很需要 每個人都要會寫程式 我覺得這一定一點都不誇張 我發現尤其是金融業 很多人金融業 真的本來在學校其實沒有 商學院其實沒有學什麼程式 但是你在職場上所有東西都要乘 為什麼 因為現在所有資料 你一定要用程式來解決 否則你永遠都做不完 那這個時候的話怎麼辦 其實有幾個方向 像以Sale裡面有錄製聚集 我覺得是一個好東西 另外的話 其實我親朋友跟各位講過 你其實可以用類似像 CHARGE VT 甚至是AI 它實際上是可以幫你寫程式的 所以有些動作 比如說你不會寫對應的程式 那實際上你其實是可以用AI幫你生成 那當然不只是CHARGE VT 其實Google也有像Germany 其實也可以 我發現都可以幫你產生你需要的程式 那另外像那個有些公司不會打也沒關係 其實你也可以問一下AI 它也會告訴你 不過你可能要 敘述讓它知道你到底你的需求在哪裡 OK 那這個我想 上個禮拜的範例 大概我們換一個好了 所以今天的話請各位 再幫我打開那個範例檔案裡面 所以你們可能下載那個範例檔案 的那個第一個單元一樣 那我們上一次是第一個 那現在選最後一個好了 最後一個是選客資料這一個範例 最後一個叫選客資料這一個 那請各位幫我把它打開好了 那這個範例實際上 就是我們我之前 因為我想了解一件事情 所以你把它打開之後的話 那這個就是選客的資料 那裡面當然 你看看Ctrl向下 Ctrl向下的話總共有57 57位同學 編號的話一直到57嘛 然後這邊的資料的話呢 你會發現的就是班級的相關訊息 那可是呢 這個資料裡面呢 當然我想知道幾個訊息的答案 比如說呢我想知道第一個 到底選我們這個課程裡面 到底哪個科系人最多 有科系啦 那实际上科系的话 在这边指的应该就是 前瓜虎前面的这些讯息 比如说教育系啦 这有台道来选的 然后心腐系啦 还有什么 诱加科学系 那所以呢 我会需要知道三个问题的答案好了 这三个问题的答案其实都在班级里面 那只是说呢 我要的讯息 它是在这个班级里面的部分 比如说第一个我想知道什么 系索到底它是哪个系索 所以我增加一个 栏位名称好了叫系索 OK 好 第一个问题 前科的方法产生系索 第二个问题的话呢 它是几年级 比如说后面有 二年级 四年级 三年级 一年级 那我想知道哪个年级的人最多的话 OK 比如说我想知道几年级好了 那第三个的话呢 它是硕 它是学硕 学班还是硕班 OK 然后我也许再增加一个栏位 叫学硕士班好了 那也就是说呢 今天的练习 基本上就是怎么样 把班级的这个栏位资料 帮我拆分成三个这个栏位 也就是说有点像上个范例是把手机号码刚好是把它结合在一起 合并嘛 那这个范例刚好颠倒 就是把它分割 那所以第一个啦 先帮我产生CDE栏位 然后名称 然后帮我把这个格式刷过去 用这个复制格式 这边有个复制格式 刷一下B1的这个格式 然后帮我刷过去 让它呢 这个宽度的话调一下 所以呢 上面帮我增加有三个栏位 OK 那三个栏位的话 基本上 当然第一个问题 我要怎么样刚好取得这前面几个字 放在这边 第二个问题是几年级 第三个就学硕士 学硕士刚好就刮虎里面的资料 诶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不过这里的话有个问题 当然系锁的话呢 我们理论上呢 系锁的名称通常是在前面的几个字 不过呢 它的长度不一 有没有 所以其实你可以直接想到 这里应该可以用Labs 不过Labs的函数 可能会有个问题 就是你要几个字的位置 它是不确定的 有的是四个字 有的是三个字 有的是五个字 可能是不是有六个字 不管 OK 好像有六个字了 所以如果假设呢 我希望知道呢 它应该要取几个字的话 那这个时候我应该用哪一个函数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你这个时候可能就要想到 有没有一个函数 它可以知道说 钱瓜胡这个字的位置 那我只要把钱瓜胡的位置找到之后 把它减一 减一的话 就是比如说 它找到应该这个 这个的话应该是第五个字 那我就取得五减一的话 那就前四个字 那再把这个讯息呢 丢给Labs 它就可以帮我把那个 这个这个 如果要的字给取出来 所以你们想一想看 有没有哪个函数 不过这个提示一下 插入函数里面 在文字类里面有一个叫 寻找函数 顾名是吗 这个函数非常重要 如果你不会的话 将来你要取资料就麻烦了 这个叫Find 这个Find函数的话 蛮好用的 比如说我刚刚讲 大概我想到的方向 第一个 我寻找一下 钱瓜阿虎的位置 然后呢 找到之后把它减一 再丢给Labs 其实就可以取得我要的资料了 所以其实这里 会需要用到两个函数 那第二个的话呢 到底几年级 年级的话在哪里 它好像用Ride可以 可是问题这边好像不行 有了这个是可以 这个是可以 但是下面这边的话 就不能用Ride 因为它刚好在中间 这边有个夹 所以呢 你可能需要什么 用那个不能Labs 也不能Ride 那可能用Mid 诶 第一个想到Mid 但是Mid的话呢 到底要取几个字 刚好几年级就一个字 那位置在哪里 位置在哪里的话 其实呢也一样 这里的话一样可以用Find OK 所以 第二个年级 可能会想到的 当然你也可以用别的函数试看 我想到的是先用Find 再用Mid 那学硕士的话呢 刚好在瓜阿虎里面 那怎么做呢 应该一样 找钱瓜阿虎 他后面这个字的位置 把它抓过来比较好 大概想一下 当然如果你不会的话 那完蛋了 有没有 其实在工作上面很多机会 就是你要做一些统计分析之前 你要先确定一件事 就是你要统计分析 到底有没有这个栏位 如果没有这个栏位的话 那你要把它产生 所以我们三个问题 一二三这三个 OK 那请各位先想想看 有没有办法 把这三个栏位先产生 那如果可以产生的话 当然就简单了 那第二阶段就是再把它变成程式 比如说系锁 按下去自动产生 年级自动产生 学硕士自动产生 还可以清除 这怎么做 这个其实用录制聚集 不是自己写的 而且可以三合一 三个一起来 三个一起清除 那就是聚集录制的 那最后其实就是统计分析 统计什么 到底哪一个系所占比最高 我以这个资料来看 有没有 马上有一个 如果我希望做统计分析 最好是能够用视觉化呈现 所谓的视觉化就是图像化 有没有 让这个数据 本来是冷冰冰的 一大堆资料 马上可以知道 到底哪个多哪个少 一下 应该连小学生都看得懂吧 OK 所以如果你要图像化 你要思考 你要怎么样让人家根本不用动脑 无脑就可以知道 到底哪一个是最多的 那这个有个好处 就是你老板要决策的时候 他一看就知道 哪个最多 那就哪个地方 要多增加一点点什么事情 这样就简单了 那你千万不要认为 每个老板脑袋都很好 其实有些老板 即便他脑袋很好 但他也不想动脑 所以你需要给他的资料 就是无脑 你不要给他一大堆资料 然后叫他自己看 有没有 像给他一堆报表 他会昏倒 他想说我请你就是 我不想要动脑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 现在台湾很多工作的价值 就是说让那个事情变得非常简单 就是你的价值 所以你如果把那个事情没办法变简单 老板可能会思考你的绩效并不好 所以现在很流行要KPI 可能就是所有东西都算一下 你这个请你的价值 是那么符合 如果你超过当然 他可能会增入帮你加薪吧 那请各位先试一下 先把那个范例档案 选课资料这个把它 这个 试一下这三个栏位 待会我们要 大概就三个方向吧 第一个是把函数先解出来 第二个的话就录制聚集 第三个就枢纽分析表 把它变成枢纽分析图 所以基本上一直到其中以前 就是做这些事情 这个都是以色列最重要的功能 这个你绝对要把它学会的 好 试一下